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红豆包 先将这个红豆泡上8个小时以上 洗干净,沥干水分 上锅蒸熟 在它蒸的时候,我们就来和面团 面粉300克 放入3-4克左右的酱母 然后再放入一勺糖 这里放糖先扫放一点 放多了的话会阻碍它的发酵 然后加入160cc温水 这样给它搅拌 揉成光滑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发酵至两倍大 吃得快的你就放到蒸锅里去发酵 二三十分钟就发酵好了 我之前有发酵的视频可以去饭来看一下 我或者把它贴到说明文 然后不着急吃的朋友可以把它放冰箱 六七个小时都可以 我这个红豆蒸了40分钟 你看它都蒸的爆腰了 这个腰这个地方就蒸熟了 轻轻一按它就能够按破 这个红豆是很容易蒸熟的 我泡的时间比较长 泡了两天 我建议大家也泡的时间泡长一点 这样节省燃气啊 还有也节省时间 蒸熟的红豆 把它倒到一个碗里面 放入适量的白糖 根据自己的口味放 放好以后给它搅拌均匀 因为面团不是很甜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豆里面 要给它多放一点白糖 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面团发酵了三四十分钟以后 它就发到两倍大了 我今天这个面团发的有一点大无据的 发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今天让它发的时间长了一点 然后拿出来排气 简单的搓成长条 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 取一块面团 擀开 包上适量的红豆 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封口 像包包子一样封口也可以 口封住以后 我给它翻一面 轻轻的给它擀开 然后一头给它卷起来 还是尽量不要给它擀破 擀破了的话会好看 凉水上锅 这个红豆卷像蒸包子一样 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夏天的天气做得快的话 你让它二次发酵十分钟 如果做得慢的话 不需要二次发酵 时间到以后 关火让它焖 焖个五分钟以上 好 我现在开盖子哦 就是这个样子的 红豆包就蒸好了 就这样吧 就好了 现在开盖子 转着 就好了 再来